Life is a game. All you have to do is know how to play it. 人生就是一場遊戲。師傅,你懂不懂得繼續玩下去? 今晚我除了會說幾單最新的娛樂資訊之外, 我還會說說193和當年的蔡豐華有沒有相似的地方。 我還會說說那句沙那的光輝不代表永恆當中被誤會了這麼多年的真相。 蔡豐華的初戀影響著她日後的人際關係, 還會說說她和盧敏儀之間的隱隱緣緣。 當然還會分析她有沒有妒忌張國榮。 蔡豐華現在是甚麼心態呢? 影片到最後,我會用周星馳的電影《成功方程式》 去解釋今晚的總結。 希望大家看完我的影片後有得到一些啟發, 並且幫我用WhatsAppFacebook分享出去。 多謝大家支持,希望你們享受以下下來直播的時間。 不再讓你孤單,阿沙陪你娛樂歡笑人間, 不再讓你孤單, 留意到YouTube頻道《Smart Travel》! Woohoo! 各位乘客,表演緊代表阿沙航公司及全組機窗服務員, 歡迎各下乘搭YouTube 2240 客機前往香港。 更多謝已經參加了YouTube頻道《Smart Travel》的會員, 我是你們今天的客務經理阿沙。 這個行班主要的行道是說遊戲最精彩的部分。 我們期望為你帶來一次舒適愉快的旅程。 敬請各位踴躍留言,慷慨解囊, Pay Me Pay Me 盡早成為會員, 鼓勵阿沙越走越好,多謝合作。 女士和先生, 放鬆和留言 請大家留意一下表演時間 謝謝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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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一晚沒見 搞一大爛餐 因為這句話被人禁止了三十多年 很辛苦才站起來 現在每年都有一個小型的演唱會 稍後我會更加詳情講到現在的近況 在歌曲方面 蔡豐華早期曾經多次 他曾經多次獲得香港十大中文金曲獎 和十大敬歌金曲獎金獎 他的名曲當然有剛才朱子夷唱完的《善影》 還有《半譯》 《半譯》我沒有聽過 《絕對空虛》我聽過 《白馬王子》我忘記了 可能我小時候聽過 其中以他演繹的《善影》最為出名 其實他的聲音很厚很特別 我也覺得他的聲音很樂意動聽 就不像朱主席那些醜醜 但當年他是紅片的大街小巷 說真的如果你是那個年代 是年輕人也好 總之如果你是那個時候已經出過一輩子 就算你是手抱BB 也有機會是聽過這首歌 而記得 最重要是聽完之後記得那首歌 《絕對空虛》大碟 《絕對空虛》大碟 當年也是賣到白金 黎明也是憑著 去翻唱這首《絕對空虛》 去參加新首比賽 而得到貴君 當時他的聲套非常光明一片 但細猜不到是因為在1985年的時候 蔡豐華當時擔任《勁歌金曲》節目主持人 當時張國榮有三首歌獲獎 因為當時張國榮在紅館開演唱會 未能現場領獎 當時Kan哥還有路敏儀 大家在錄影廠主持十大勁歌金曲 1985年 但同時兩個畫面拼在一起 拍攝哥哥當時在現場唱 蔡豐華在張國榮演唱片段播完之後 她說了以下這句說話 這句說話影響她的日後下來大半生的時間 她說一個歌手的歌曲入選與否 並不是問題 每一個歌手 無論是別人或自己的歌 都應該欣賞 她說在這裡我誠意恭喜張國榮有三首歌入選 不過她當晚是說 一時的光輝並不代表永恆 她說一時的光輝 但第二天就說 報紙全部寫完 一撒拿的光輝不代表永恆 這裡首先他們錯了 這個成為集體回憶不符事實 有人稱之為曼德拉效應 她是其中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當時我如何為她平反呢 因為多年之後 你也看回那個 這個這個 其實當時她說完這句說話之後 她是未說完 已經被她當時的拍檔盧敏儀 就折了她 折了她就說 我也知道大家都會很支持Kent 現在我們去廣告 其實原來這麼多年之後 是有另外一回事 當時有一種說法 那些人揣測 其實傳媒很不對 因為他們 我不知道他們的傳媒 在這個節目完結之後 他們有沒有去訪問Kent 其實你可不可以再詳細列明 剛才你所說的那句說話 當時的傳媒有沒有人敢做 有沒有人讓她更加解釋 因為當時的說話 她只是說到一半 她是未說完 就已經被Money 當時魯敏儀截了去廣告 OK 當時的傳媒是斷章取義 是斷章取義 因為當時 他們不僅是這個節目完結 沒有找她解釋 沒有找蔡豐華解釋 而且傳媒是自己有自己寫 寫回他們的看法 其中一個說法就是這樣的 她說最後這一句說話 他們以為最後一句說話 其實蔡豐華根本是未說完這句說話 就被Money截停了 那些傳媒就寫 她這句說話是被認為傷害張過榮 傷害她之餘 對這句說話的原因 今天也是有爭議的 有人說因為 蔡豐華原本是愛不是遊戲 這首歌 原本是被選入當年的十大勁歌金曲 其中一個獎 而未能夠得獎 而未能夠臨時被張過榮 被張過榮的歌取代了 所以她那首愛不是遊戲 未能得獎 那些人寫她 是看不過眼張過榮 那種樣樣得意的態度 而作出言去諷刺 那個年代我實在太小 也未有youtube 如果以我分析能力的話 我當時我會覺得 是有些奇怪的 因為你看到她的表情 她不是說完之後 她說完之後 已經被Money截了 然後電視已經剪了廣告 所以她沒有辦法去平反 但是也都那些記者 不走過去訪問她 究竟你的意思 可不可以再說多些 有機會讓她保獲 記者就是不讓你保獲 然後自己再報管自己的說法 她喜歡她說你什麼 你就是什麼 當時那些傳媒的處事態度 就是我支筆寫你什麼 你就是什麼 她不讓你解釋 另一種說法就是 有人就說 Kent是不是替她的好朋友 陳百強抱不平 因為曾經張過榮 在不同的場合 就說陳百強 她說張過榮曾經這樣說 她說我最不喜歡就是陳百強 因為她所作的歌非常好聽 但永遠都不讓我唱 這句說話就是 亦都是你的說話說出來 如果那些傳媒寫你什麼 你就什麼 但是如果讓我去閱讀這段新聞 我怎樣去理解呢 就是說 張過榮本身 她從小時候剛出道 其實她心底也是很好的 她這樣說Danny 她們之間 你知道她們兩個姊妹 但是Leslie已經紅了 Leslie的性格 就不會真的說陳百強不好 只不過她是用另一種方法 讚陳百強所作的歌 是非常之好的 因為張過榮唱歌的味道 和陳百強唱歌的味道 因為張過榮唱歌的味道 唱慢歌是深情的 而唱快歌是很不羈的 但是陳百強是觀仔骨骨的 她不會唱到Leslie那種不羈的 所以她繞個圈 是讚陳百強的歌好聽 如果當時這個作者寫這段 給一些不是善於思考的 當時閱讀的人 看到這則新聞 真是信以為真 說蔡豐華真是幫陳百強強出頭 不會的 那時候蔡豐華也很紅的 她如果真是為蔡豐華 你說這麼多次幫陳百強抱不平的話 她也不需要選擇這個時間 很多機會她都可以幫陳百強出頭 對不對 所以這件事是不成立的 另外一個說法就是傳媒說 她就說 什麼 說得罪了張國榮的歌迷 這件事是信的 為什麼呢 如果當時說這句說話 遍刻的江輝不是代表永恆的 不是 薩娜的江輝不是代表永恆的 其實她不是說薩娜 她說是一時的江輝 不過既然你們每個都說薩娜江輝 我跟回大眾說薩娜江輝 但你們知道她當晚是說一時的江輝 不是代表永恆 但這句子是一般 好了 她得罪了張國榮的歌迷 這件事是真的 因為那些歌迷不知道 原來你之後還有半句說話還沒說 當時無線的高層也是好看歌迷 因為當時張國榮有這麼多歌迷 如果你激怒了張國榮的歌迷 你也是覺得電視圈 電視台的高層覺得這個人不能用 即時將她換了 勁歌金曲主持的位置 換了另一個人 她以後就不能做了 她不能做 還有陳百強也曾經向 我待會給陳百強那張照片 陳百強這張照片 陳百強這張照片 下面寫了 我永遠支持我好朋友 蔡豐華 其實張國榮也說過 他說全世界只有陳百強不會害我 張國榮說過這句話 為甚麼呢 因為Danny Chan 好像小孩子那麼天真 他是小孩子要哄的 但他是一個絕對沒有機心的人 所以Leslie也從傳媒說過 全世界只有陳百強的人不會害我 這是其一 所以陳百強 那麼多人沒有出來跟蔡豐華說話 但他曾經跟記者說 他說我會支持Ken 是他的好朋友 但事實上 因為蔡豐華也跟傳媒 很多年之後 最近十年八年 他被人踩到這麼辛苦 他自己站起來的時候 他也跟傳媒說 其實那時候 他、阿妹、Danny和Leslie 四個人都是好朋友 經常去跳舞 去喝東西 原本他們都是好朋友 但我告訴你 在這件事裏 他跌倒了這麼多年 是跟傳媒很有關係的 人們怎樣寫他 有沒有人幫他 社會是一沉八彩的 他離開了勁乾曲之後 他的事業就開始走下坡 不要說電影電視 最初說薄荷、咖啡、鍾索雄一起拍 不用了 以後都沒有人再找他 連出新歌的機會都沒有 他自己有一段小小的時間 他去了東亞大學進修 然後又找些 都一直看有沒有人找他做事 在香港電台的時候 找他做90年代初 去做深夜的音樂節目 叫做世影流星 當時又有人找他做這些 擺你在深夜 即是投閒自散 好像我作為一個small potato 你又不幫我like 即是說我不是那麼受歡迎 接受一個like 對吧 我唯有選擇這些深夜的時間 對吧 沒有人幫我餐食 哎 棉乾碎濕 做一些資料 在早上睡醒之後 棉乾碎濕 把這些資料很辛苦收集 唯有在這些深宵夜晚時段 我也是很像他這樣做什麼 Youtube頻道 Smart Travel 等於他的細影流星 深夜的節目 即是被人家投閒自散 對吧 接著 他自己 人家終於給到這些機會 他 不能拍電影 不能做更多音樂曲 隨便吧 你這麼辛苦 求了這麼多次 給你做這些節目 和我現在的心情一樣 你們不給like我 把我投閒自散一樣 那麼冷落 你們非常冷漠 哈哈哈哈 這樣就做了 但是他沒有好好珍惜這個機會 你猜他怎樣 他不停地播自己的歌 一小時三次 最多就是一天之內 播四次他的同一首歌 然後 因為當時香港電台 是有一個規則的守則 是不容許有商業的活動 你現在這樣一晚 就和一個節目裏面 播這麼多次自己的歌 就很難不讓人有感覺 是覺得你自己幫自己的歌 是宣傳的 所以也收到很多人的投訴 有些觀眾是聽的 投訴他 然後他連這個唱片騎師的職業 他的生涯 就是Disc Jockey 這個DJ的生涯 也是在這裡 畫上一個句號 也沒有什麼正面的消息傳出來 去到1999年的時候 這個蔡豐華曾經希望 要求他懇求 可能搭路 找朋友 叫無線給一個機會 再戰樂壇 我相信 因為這份報道 就說他曾經懇求無線 我相信他之前 一直下來 他都很有傲氣 怎麼說 不是那麼容易相處 我剛剛幫他平反那句話 就是他還沒說完 待會我再告訴你 究竟他講那句是什麼說話 他那句說話 就是 好 待會再說 他當時 人們 覺得他 形容他 傳媒又再寫他 他終於無線給了機會 試一下 試一下給他搞 看看他可不可以 在樂壇再翻山 不就任由他 但是 傳媒又再次寫他 說他 風言風語 說話語無倫次 其實我一直以來 都偶爾會 如果我今天 你說我以前不留意娛樂新聞 不是最留意的 就是我很多事情要做 很多事情要看 但現在你全職做YouTuber 做這件事 我當然找回以前的報道 但以前的報道 這些說他風言風語 究竟說過什麼是風言風語 還是記者 隨便拿這個 標籤 說他語無倫次 觀眾 如果你是聽過他 說的風言風語 什麼 什麼 啊 OK Copy我什麼 OK 不要理會 我想問 你說他風言風語 有什麼風言風語 無倫 無倫當時覺得他有這個新聞價值 所以 就給上司機會安排他和歌迷見面 甚至乎接納了他的要求 商量在這個紅館開演唱會 但是 因為有一次 蔡豐華失了約 於是 他就 再沒有人 就是 那些人 再給他機會 在這個樂壇發展的機會 就越來越少了 因為他 激怒了不同的人 另外 有一件事 隨後 就是在這個 1999幾年的 後期 或者2000年代的頭 亦有傳媒寫他喝溪藥水 又說他吃抑鬱藥 這些 早年 這個新聞媒體 也說他 說他生活很困境 靠80歲的老母接濟 和靠社會福利金到日 當時我記得我看過這些新聞 當時我沒有去深究 但是給他印象非常不好 去到2007年 一個藝人 大姐明 曾經對媒體 提及蔡豐華正在接受抑鬱症治療 並呼籲大家 給予抑鬱症病人更多的關注和支持 這個大姐明 他自己曾患過抑鬱症 剛才我剛才那段說 傳媒說他吃咳藥水 如果我病不舒服 我有幾聲咳咳 我去醫院 我真的咳咳 我吃咳有水 有什麼錯 我想問 如果我發燒 我有咳咳的病症 我吃這些藥物 有什麼錯 但是當時的傳媒就說他 可能是吃這些東西 令到自己瘋瘋癲癲的說話 其實到今時今日我現在看回所有他的報道 我讓我看到有一份報道 其實是某一間報館 走到他家去找他 蔡豐華當時不高興 他不高興 就說這個我私人地方 然後那個記者就在挑釁 就說 怎麼樣沒有 關心一下你 他當時的語氣真是這樣的 那個記者 但是你聽到 如果我是蔡豐華 我聽到這些語氣 那個人不是真的關心我 他挑釁我 他看看我怎麼壞 你當一個曾經一個紅極一時的歌手 他落薄到如此田地 穿街坊裝 頭髮蓬鬆 但是那個記者就擅闖民居 去了他住的地方 接著說的語氣 也不是什麼真的關心 而是那種 喂沒有啊 你怎麼樣 你看你現在怎麼樣 你沒事吧 多好啊 吃得了 類似這些語氣 我問你 如果你是當事人 你真的知道 你真的感覺到 對方真心關心你嗎 你生不生氣啊 是不是 你是不是想 用挖頭掃把烤去扯 他想站在那裡 拿著相機錄音 他想得到什麼 他是不是想 走來鼓勵你 如果你是當時的蔡豐華 你難不難受啊 一路下來 我今天在研究這個人的時候 我覺得其實他都真的挺慘 還要呢 等一下我告訴你 其實他那句話是有下文的 另外 你說他吃益骨藥 吃益骨藥有什麼好寫 你不可以關心這個藝人的嗎 他經歷了這麼多 只是說錯一句話 又不是殺人放火 要不要坐牢啊 如果他真的犯到這麼大件事 是罪至於要死的 那你就拘捕他上警署 但是他只是說了一個 當時很紅的偶像 張過榮 一句這樣的說話 但是還沒說完 你們都沒有訪問他 究竟可不可以解釋一下 為什麼你會這樣說 你沒有給他機會去解釋 全部都是當時的傳媒 做一個這樣的仗 還要標籤他 四大癲王 我告訴你 男傑有這麼失意 白頭髮坐在街上 你們有沒有人 你拍照那個記者 有沒有走過來關心他 介紹一些醫生給他 你有沒有做 你只是想拍照片出來 拍到你可以賣書賣錢 你問一下自己 問一下自己的良心 我真的不罵這些人 我忍著 我已經嘗試 很不想說髒話 但是我想起這些人的行為 其實拍照他們 標籤他們四大癲王的人 你們是立心不良 你問一下自己的動機 是不是善良 是不是 好了 又寫他 如果他當時不開心 他有需要看抑鬱症 你報道出來 但你沒有報道 為什麼他要搞到今時今日 去還抑鬱 但是這個大堤明 他自己經歷過 他說 其實你們應該接受抑鬱症病 關心一下 提及蔡豐華已經接受抑鬱症的治療 可不可以給他更多關懷 和支持他 當時大堤明是幫這些藝人 說這些說話 是不是 他這些就像人話 然後 另外 拿去開玩笑 可以的 你說拿去開玩笑 是無雙大雅的 為什麼呢 當時 廖偉雄說他虧到空虛 你做《歡樂今宵》的節目 小不免 如果你有被人談論 也有那個新聞價值 譬如當時他除了扮蔡豐華之外 他改了他的名字 蔡隆華 讓你說蔡隆華 等於你叫人家讀柳名 一樣這麼賤 對不對 然後 他大明一派也是有扮過的 你又不見了 大明一派被人玩死 搞笑 可以接受到的 另外 李詩哲也是扮過蔡豐華 都是很好笑的 李詩哲也是很擅長做這些 扮歌手的 我自己都很喜歡看 不過現在他做的節目我沒有看 完全沒有時間 我亦都不覺得有什麼好看 Anyway 然後 有傳媒 當那麼多人扮過他 傳媒就訪問蔡豐華 你生氣嗎 李詩哲扮你 他說不生氣 那時候我跟阿妹 Leslie 和Danny 好朋友 他經常說 扮我 經常說他們 然後他說 我也想看你 你怎樣扮我 他都懂得開玩笑 我今天做功課 做這條影片 他的個人專輯 說回他以前 出道到現在 說他的初戀 其實我想問你 我想嘗試找回他 他究竟做過什麼 你覺得他這麼瘋 這麼瘋 有什麼值得稱為四大瘋王 我真的不知道 如果你是任何報館的記者 你當時作他們是四大瘋王 麻煩你留言告訴我 你憑什麼 作這四個人是四大瘋王 人家很正常 接著繼續下來 我再說他 最近 好 這一段就說了 他自己 那些傳媒 一尋拍彩 和說他 究竟有沒有 很討厭張國榮 也有解釋到 你給我喝杯水 好嗎 你這段時間幫我 做個Like 我真的口渴 因為為什麼 不知道是否剛才吃了麵 你 其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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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